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這個就是那個雲端的所謂的書籤 你可以把它當作書籤來用 那開始之前我先給你看一下 其實我必須跟各位講 我現在書籤還真的蠻少用的 我的書籤應該一個頁面就list完了 但還是有幾個啦 但是蠻少的 那我最近因為要準備這個 我就突然想說好吧 我就再看一下我以前 我發現我以前其實還蠻認真整理書籤的 那你看這是一個擴充工 就是流氧器的擴充工具在這裡 如果您裝完了之後在我們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上面會多一個這個信心 那這個呢跟我們平常那個什麼 Google的書籤是不是在這裡會有一個信號 對不對 如果你用Google書籤其實雷同 雷同 但是呢它最大好處就是今天 我可以怎麼樣 跨平台 我可以直接進到這裡面來 你看我以前整理的 我發現我蠻認真整理的 你看我標籤把它打開 我用 我看一下 你看我的標籤應該還蠻多的吧 對不對 如果你以前也是很認真整理的 我相信應該有不少 對不對 只是 這些東西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重複使用 重複使用 為什麼 因為你常常書籤因為很多的 愛太多人了 結果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找 曾經有加到我的最愛 結果最後你都不問你出籤 你都問Google 不是這樣嗎 因為你記得關鍵字啊 可是呢 我又忘記我是分在哪一類啊 而且我們傳統的方式 就是用所謂的資料夾的概念 同一個網站 也許比如說 我們找這邊 像假設 我找這個 聲音的 那我可能把它放在所謂的免費資源裡面 有沒有 但是也有可能我又放在 可能跟音樂編輯相關 那如果以傳統概念 你用資料夾 你是不是又加兩次 對吧 但是Google這邊 用所謂的什麼 標籤的方式 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相對容易啦 因為加入一個頁面 我給他幾個標籤都OK啊 他就一個而已 就一個而已 所以其實有點類似 我們一般在用什麼 像我在用那個部落格 好比如說您到我的部落格這邊來 那我右手邊這邊 在右手邊這邊 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很多的標籤 有沒有 沒有 可是我可能比如說像 我們上個禮 上禮拜 上上禮拜 針對這個3D的主題 不好意思 我們上禮拜是星光斑 開在晚上 呵呵呵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 延期調查 會有調查一下 看大家 覺得上課時段 開在什麼時間 比較好 其實晚上也不錯啦 比較涼 如果這種夏天是比較涼一點 好 那您看到我們這個 我這篇文章來講 我可能就是屬於什麼 我的YouTube的教學影片 可是呢 它有可能是屬於免費軟體 因為我是介紹這個3D 那是不是 我就可以不用說 做兩篇文章 歸類到那邊去 這樣您了解意思了 所以其實用標籤 是有它的好處的 您可以看到 像我在這邊 有沒有 我是有不同的標籤 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 我們利用這個方法 利用這個方法 我們 在 比如說你如果要加這一個 你加進來的時候 你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已經加進來了 而且你用這個方式呢 你可以自己挑照片 這樣了解嗎 你的縮圖不一定要用那一張啊 你有縮圖是有時候 剛好就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選好了那你可以進去 那你要新增標記就點一下 因為 因為我以前很認真 所以以前用過的 有沒有都在裡面 標籤是不是都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是跟3D有關係的 有沒有 我就加進來 3D軟體教學 有沒有 就一個一個很快就加進來了 那當然沒有了 你就自己手動打 下次大家就會在清單裡面 這樣有沒有很快 很快對不對 那麼您可以看一下 這樣有了之後呢 我們進到這邊來 進到這裡 那書籤最大的差別在哪 要能夠重複使用才是好 不然 每次都被你的壓箱保 都壓在最下面 永遠不見天字 很可惜 所以您來這裡 你看 可不可以直接用搜尋的 所以即使您沒有任何的什麼 標籤 可是呢 您記得大概的關鍵字 一找 是不是就相對會比較多 比如說我知道這裡有個3D的 有沒有發現就找到了 他還是照順序 還是照順序 就是加入順序 可是這樣再找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些 點了 還可以看到什麼 他會自動幫我們加入這些 所謂的這裡 有沒有網站 還自動抓一些內容進來 當然如果你覺得說 啊這個這樣不行喔 我想要自己加上註結 你就自己加在裡面就好了 這樣不是更容易找嗎 對不對 所以 麻煩你 如果你還在用你的書籤 做唯一的資料庫的 稍微升級一下 升級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樣比較好用 今天即使不在我這台電腦 您有裝了這個擴充工具 一樣可以用 那這個擴充工具 你要去哪裡找 你可以從這邊 在 如果假設您用Google的話 就從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 更多工具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擴充功能 您就從這個地方把它進來 那從這邊進來 你會看到你目前 瀏覽器面有增加的 你把它捲到最下面 要跳到最下面 請問有什麼快速鍵嗎 還是你只會滾滾滾滾滾滾 中間那個滾滾滾滾很久 Ctrl加End Ctrl加End 有沒有跳到最下面了 那回家呢 Ctrl加Home 就回到最上面 有沒有這樣比較快一點 嘿 我們是坐電梯直接到 你用爬樓梯的 是用滾輪的 要比較久一點 好 OK 你下來之後 有沒有看到一個取得更多擴充功能 點下去 那您的那個 那個擴充工具的部分 其實您就是直接打 關鍵字就可以找了 在這邊 有沒有在這裡 好所以 您把它點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 Google Save Sav 好你就直接點一下 應該就會找到了 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叫做 應該是哪一個 Google Save 不是啊 因為我已經裝過了 所以 我已經裝過了 那您可以稍微找一下 好不好 OK 那你就按加入就可以了 按加入 比如說假設我加這個 這是不相干的 那他說要不要增加 那如果確定了 那您的這個上面 就會跑出來 那麼再增加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因為您現在用的 都是沒有登錄 這個Google帳號 有沒有 就是流氧器本身 沒有登錄Google帳號 所以他要求您先建一個 先建一個 所以您在這邊 需要先輸入一下 那個就是您 登錄的那個帳號 密碼 這樣OK 好來還給您 好明瞭 好明瞭